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长篇玄幻多人有声曲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一集 望月城 苏家府邸 一觉醒来 苏浩满脸呆滞地望着天花板 口中不忍一阵哀嚎 他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叫做天灵大陆的世界 重获新生本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可让他感到不满的是 自己的这具身体里中了一种奇门剧毒 不但身体不能动弹 而且浑身刺痛男人 令人生不如死 从记忆中获悉 他本是苏家三才中最年轻有为 而且最有机会继承家主之位的人选 但却不料 大唐哥苏义居心叵测在暗中收买了苏浩的丫鬟 朱玉 苏义随后便利用了朱玉 于昨日中午在苏浩的饭菜中 投下了一种无色无味的奇门剧毒 这才促使了之前那个倒霉但苏浩的亡命之路 刺痛感一阵阵袭来 深入人魂 好似就要撕裂苏浩的灵魂 他眼前的色彩都在变得暗淡 虽然他这才重生 但他感觉自己又快要死了 就在苏浩感到心晦意冷之时 他忽然只感觉大脑中一阵空灵 而在他的梯表 也同时散发出了一团七彩霞光 下一刻 苏浩竟在潜意识中 看到了一座无边宏伟的黄金宫殿 那宫殿好似能够挤压满整个宇宙空间 通体金光灿灿 它又似一轮畸形的太阳 璀璨而又射魂 阻隔着万语星海 让人看不清那璀璨深厚的一切黑暗 混沌监狱 直间那足有千丈之高的黄金宫殿大门牌匾上 竟然刻写着几个蜿蜒扭曲的字体 苏浩既惊讶又懵逼 这有什么鬼地方 是地狱吗 此地不在五星 不守六道 并非地狱 也并非天堂 就在苏浩惊怡之际 他的耳边忽然传来了一道声音 回头望去 苏浩心头猛然一惊 只见在他的身旁 此刻竟站立着一名白发披散 衣衫破烂的老人 老人的脸颊销瘦得好似一张骷髅脸 最令苏浩感到惊恶的是 这老者除血脸上还有一层皮肉以外 其他部位几乎没有一丝血肉 他就好似一具腐烂了一大半的骷髅骨架 你 你是谁啊 我这到底是在哪里啊 苏浩吓了一大跳 感觉自己就像是见到了鬼一样 不由自主地便连连倒退了三四步 我是这座监狱的看守者 老人微微一笑 笑起来时略显得有那么几分争鸣 他接着说道 你不必惊慌 也不必去害怕什么 其实这座监狱就在你的石海中 闻言 苏浩不免感到有点莫名其妙 他似懂非懂地问他 我的石海中 意思是我现在还没死啊 你当然没死 倘若你死了 那这混沌监狱就完蛋了 老人接着回应他 我就再说明白点吧 这座监狱从现在开始 他将交给你来负责 我来负责这座监狱啊 苏浩有点吃惊 也很好奇 我为什么要负责这座监狱啊 还有这座监狱 为何会出现在我的身体里啊 很简单 天意所为 老人回应他 这监狱里都关押着什么东西啊 苏浩越发地好奇了起来 他总感觉那黄金宫殿里 所关押的犯人不简单 关押的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就是这所监狱的掌控者 是这里的老大 老人神秘地笑了笑 等你掌控了这里 你便会明白一切的 好了 我所剩的时间已经到头了 现在我便将混沌监狱的掌控权交给你 也顺便利用我这所剩无几的魂力 帮你清了肉身中的剧毒 以后的路就看你的造化了 老人在说这话的同时 身影已是闪烁到了苏浩的跟前 紧接着 老人伸出了他那只枯干的鼓手 瞬其一指 便点在了苏浩的眉心症中 轰隆一声 当时只见一团金光从苏浩眉心症中 扩散而开 与此同时 苏浩肉身中之前所中的奇门剧毒 也是化成了一团绿色雾气 从他的身体中挣腾而出 苏浩只感觉浑身一阵舒爽 可就在此刻 只见那老人的骨架身体 竟忽然风化了开来 最后唯有留下了一节黄金纸骨 而那纸骨也很自然地 融合在了苏浩的食指之中 你妈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金手指 苏浩看得一脸的懵逼 此时他的右手手指 就好似镀了一层金气一样 闪闪发光 这玩意有啥用啊 是拿去戳人的吗 喂 老大 麻烦用你的手指 戳一下那大门上的小孔 进来咱们谈谈如何 就在苏浩愣神之际 只听那黄金宫殿中 传出了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什么人 谁在说话 苏浩惊愕了一声 随即他回头看向了 那黄金巨宫的两扇大门 让他感到意外的是 在那高达数千丈的大门上 还真有一个金黄色的小孔洞 与他手指一般大小 原来我的这根金手指 竟是一把开启这宫殿大门的钥匙啊 我乃是血魔地 陈冯女子已经差不多八百多一年了 宫殿中那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再次传来 闻言苏浩心头震撼莫名 没想到这混沌监狱中 竟然关押着如此恐怖的老怪物 也不知道那家伙是不是在吹牛啊 不过对方的那声老大 却是叫着他心头一样 当然苏浩也是警惕 毕竟他现在还不了解这里的情况 只见他理直气壮地问他 怎么 看我是新来的 想忽悠我陶狱吗 老大你别误会 即便你打开了宫殿大门 我也是逃不出去的 因为这宫殿内部 还有一层牢笼束缚着我 嗜血魔地接着道 我就住在一号牢笼中 我要你进来 也只想跟老大你商量个事 绝无害你之意 一号牢笼 看样子那黄金宫殿中的牢笼 不止一两所呢 苏浩也没去多想什么 只见他凝了凝色 问他 我跟你有什么好商量的 我想跟你做个交易 什么交易 老大若是能从外界 取来二两少女血 我便传你一门绝世神通 这个交易 我想老大应该不会错过吧 就这么简单 我怎么相信你啊 我若骗你 必将不得好死 敌者誓言天道可见 赤血魔帝竟当即立下了誓言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 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二集 苏浩迟疑 二两少女血 就换一门绝世神通 恐怕傻子也不会相信吧 就在苏浩短暂愣神之际 只见一名身材恶魔 样貌清丽的女子 手中端着一碗 蒸腾着绿色烟雾的汤药 来到了房间中 女子正乃是昨日 给苏浩下毒的丫鬟 朱玉 朱玉的脚步声虽轻 但却也难逃苏浩的察觉 因为她体内的剧毒 早已被那骨架老人驱散 她的修为 也是恢复到了零五境四界 玄机 苏浩便从石海中挣脱了出来 不过 她并没有立马醒来 她倒要看看 这个该死的贱人 还想要对她做什么 竟然还没死透 朱玉来到了床前 当她看到苏浩那 微微起伏的胸口时 她心里不免 还是感到有点惊讶 不过 她也并没有为此而感到慌乱 因为她是有备而来的 她就是担心 苏浩没死透 所以才会端了一碗毒药 前来查探情况 事实上 朱玉昨晚一夜都没睡好 虽然苏浩昨日在中毒后 没有了任何的反抗能力 但朱玉却不能果断地杀掉苏浩 因为苏义对她有过交代 不能让苏浩的身上 有任何一点的伤痕 若有伤痕的话 难免会引起家主的追查 而苏义拿给朱玉的这种奇门剧毒 非同反响 但凡被这种毒给毒死的人 都不会在身体里 留下任何蛛死马迹 死者就好像是自然死亡一样 这一晚下去 哼 我不信你还不死 朱玉卯中划过了一道冷丽的寒光 伸手便要去捏开苏浩的嘴 她只想苏浩立马嗝屁 因为苏浩每多活一秒 对她而言那都是一种煎熬 苏浩岂能再忍下去 她心头的那股怒火 早已压抑到了极致 只见她双眼猛然睁开肩 朝着朱玉的胸口 抬腿就是一脚 砰的一声 苏浩这看似普通的一脚 却是裹带着 零五进四界的志强之力 当场便将那朱玉的五脏六腑 给震得粉碎 且整个人都翻飞出去了 五米之远 你 朱玉双眸圆 口鼻之间鲜血四溢 她本想说什么 可最终她还是没有喘上那口气来 便命丧当场 该死的贱人 真他妈想再杀你一百次 苏浩不但没有任何的一丝怜悯之意 反而内心中萦绕着一股无穷的愤恨 因为她与之前的苏浩已经成为了一个人 如果放在二十一世纪的华夏社会里 苏浩定然不敢随意杀人 但现在的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了 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只要自己的实力足够强大 地位足够高 自己便可肆无忌惮 更何况这还是一个暗害主子的丫鬟 朱宇虽死 但她心中的那股怒火却并未止歌 因为真正的罪魁祸首 乃是她的大堂哥苏义 此仇不报 岂能罢了 那家伙不是需要少女血吗 苏浩凝了凝色 她本还想着这就去找苏义算账呢 不过此刻 当她看到朱玉的尸体时 她这才想起了那嗜血魔地与她的那笔交易 接下来 苏浩直接在桌子上找来了一个茶壶 开始鼓刀着朱玉的尸体 在这个过程中 苏浩自己都感到有点恶心 甚至她感觉自己有点变态 虽然杀人很简单 但这放血着实有点太残忍了 但为了那半信半疑的绝世神通 苏浩还是忍了 如果自己真能掌握一门绝世神通 再去找苏义算账 岂不是事半功倍 这壶少说也得有一斤多吧 片刻后苏浩颠了颠手中的茶壶 强忍着恶心看 以意念进入了自我的石海之中 来到了那座宏伟而又壮阔的黄金宫殿大门前 让苏浩感到新奇的是 石海中的她虽为意念的化身 但现实中她手中的那壶血液也是出现在了她的手中 貌似自己可以用意念随意从外界带入东西进入这里呢 不愧是老大呀 这么快就搞到血了 石血魔帝虽然无法洞悉外界的事物 但她却能捕捉到黄金宫殿周围的一切 尤其是苏浩手中的那个茶壶 此刻令她感到既激动又亢奋 阴阳怪气的嗷嗷个不停 苏浩将她那金手指停在了那黄金孔洞之外 思考了半天 因为她很担心 如果这大门开启之后 宫殿里的那些魔王全都逃出来了怎么办 而同时 她也十分好奇那宫殿里的内部结构 几经思量 她最终还是将她那金手指戳进了那黄金孔洞中 因为她决定赌一把 嗡隆隆一声 顿时只见那两扇高达千丈的黄金巨门缓缓向后打开 而同时那宫殿内部的景象也是由暗逐渐变得开明了起来 出现在苏浩眼前的是一条宽阔而又没有尽头的长廊 不论是地面还是头顶 或是长廊两边的墙壁全都是由黄金铸成 除却那些出现在长廊两旁的金色门户外 竟没有一丝缝隙 好似这座黄金巨宫乃是由一块超级巨大的黄金雕刻而成 就连内部都是掏空出来的 苏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太震撼了 如果我能在地球上拥有这样的一座巨宫 这里面的还不发了 恐怕买个地球都用不完吧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 这里面的结构并非他一开始所想的那样 因为这里面的结构就如视血魔帝所言的一样 内部还有这一层牢笼 而这些牢笼就分布在这长廊两旁 每一个都是单间 这又是什么鬼 刚刚迈步走进巨宫 苏浩便看到所在他左侧的牢笼中 竟然关押着一株通体焦黑的树桩 那树桩出奇地大 几乎占据了那约莫四五十个平方的单间牢笼 一株残断了的树桩 竟然也被关押在这混沌监狱 老大 你小声点 你别把他吵醒了 我在这儿呢 就在此刻 苏浩身后突然传来了嗜血魔帝的声音 回头望去 苏浩头皮当即都是一阵发麻 眼前那竟是一具披散着一头绿色长发的血红骷髅 恐怖而又猙獰 那骷髅此刻却是在朝着苏浩挥手打招呼 他被关押在右侧第一肩牢笼中 其模样 尽显妖异 卧槽 你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苏浩心头惊恶 有点不知所措 因为这跟他想象中的魔帝似乎有点不太一样了 温言 只见那嗜血魔帝摇头一探 我被关押在此已经八百亿年了 一身血气早已干枯 到现在还有这样的身材 已经算是完美的了 完美你妹啊 这你妈的骨感能也太离谱了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三集 好香的血迹 好纯正的厨余气息 老大 你快给我吧 嗜血魔帝 那跳动着两团幽暗绿燕的双眸中 此刻正直勾勾地盯着苏浩手里头的那个茶壶 骷髅下巴上下磨合着 似乎他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文言此话 苏浩浑身莫名地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他此刻才算是真正地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变态 这血给你肯定没问题 但你必须先将那绝世神通传我 苏浩有点不放心 随即又颠了颠手中的茶壶道 还有 我这里少说也得有一斤少女血 你只传我一门绝世神通会不会太少了 老大 还请容我说句你不爱听的 依你现在这灵武镜四界的修为来说 就算我传你一百门绝世神通也没用啊 反之还会害了你 嗜血魔帝开口道 而且接着还给苏浩详细地解释了一遍他这话的缘由 这古往今来 修为有着亘古不变的境界划分 灵武镜 灵元镜 灵文镜 灵师镜 灵王镜 灵尊镜 神灵镜 神王镜 仙灵镜 仙王镜 圣灵镜 圣王镜 须地镜 真地镜 而功法也有层次之分 下层 中层 上层 灵层 天层 盖世 绝世 不同的功法拥有不同的品层 如果修为太低而功法层次太高 修炼者肯定不能快速掌握其法要门 甚至无法驾驭其法 即便就算是掌握了也是无力施展 说到头来不也只是等于白搭 当文言嗜血魔底的详细解释后 苏昊忍不住破口骂道 那你他们还说传我绝世神通 老大你先听我解释 我所传你的这门法 百分百乃是一门绝世神通 名为士灵大法 如果老大你觉得不满意的话 当你的修为达到灵缘境时 我再附赠你一门绝世神通 怎样 这总公平了吧 好吧 我就再信你一次 传法吧 苏昊也不想去跟这个家伙 再计较什么了 毕竟自己现在的修为 确实太低了 再则说了 他也没亏什么 老大 这牢笼门限制了我 你把手伸进来可好 下一刻 苏昊也没在犹豫 直接将手伸进了牢笼 只见嗜血魔底 伸出了他那只骨手 抓在了苏昊的手臂上 嗡隆一声 一团血红色的法纹 从嗜血魔底骨手中散开 透过苏昊的肩膀 瞬间蔓延至了他的浑身上下 这士灵大法到底有什么用啊 此法无需劳打你耗费灵力运转 只要有人敢以灵力伤害你 你便可以瞬间吸光对方身上的灵源为己用 用来助长你自身的修为 嗜血魔底回应他 而且此法也会伴随你的修为 升华而升华 有这么牛逼啊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这你妹的还不吊炸天啊 苏昊心头不免有点怀疑 当然他也很激动 不过他也没去多想什么 因为想的再多都不如去实践 只见他随手便将那壶少女血 丢给了那眼冒绿光的嗜血魔底 喝了八百一年了 好舒服呀 当嗜血魔底 饮下了一口那壶中之血后 只见他等时感叹连连 此刻他就好似抱着一个真正的少女 在享受一样 而且同时可见 她的身上竟然散发出了一团血红色的气眼 很快将她整个人都笼罩在了其中 望着那陶醉在自我世界里的嗜血魔帝 俗毫不免感到有点无语 一壶少女血而已 竟然也能让一个自身为帝的家伙 开心成这个样子 也不知这监狱中还有多少像嗜血魔帝这么堕落的魔帝呢 如果每一个都能像嗜血魔帝这样与我交换东西的话 那我岂不是发达了 回头我一定要好好参观一下这里 苏浩并没着急去挨个查探监狱中的牢笼 毕竟这所牢笼就在她的身体里 她随时都可以进入这里 而当下她只想先将苏家之事摆平 连自己的贴身丫鬟都能被人利用 可想而知 自己当前的处境是有多么的危险 收敛意识后 苏浩一把便抓起了朱玉的尸体 朝着苏玉所居住的西院便扬长而去 西院 后花园中 三位长老不必担心 这件事我昨日便托朱玉去办了 想必苏浩那小子现在已经死翘翘了 如今万事俱备 大伯苏长坤那边就看你们三位了 苏浩衣着一身白衣 看似玉树林峰高挑俊美 但她脸上此刻却是带着一抹异样的笑容 近日她特意邀请了家族三位长老 前来她这西院协商计划 苏浩乃是苏家三才之一 修为处在零五境四界 论实力她并不属于老二苏浩 以及老三苏林 而论家族人脉关系 她也占据着绝大优势 诸如家族中三位长老 都跟她有着很密切的关系 按理来说 苏浩衣最有可能成为家主继承人 但不幸的是 当任家主苏长坤 一直都不怎么看好苏浩 而她更没看中苏浩 放心吧 只要苏浩不存在了 两日后的苏家继承人大典上 家主继承人非你莫属 而至于苏林那个小笨蛋 根本就不用去考虑她 我们自有安排 大长老苏远非信誓旦旦地说道 苏浩衣 给我滚出来 就在此时 只听一阵怒喝声从西院门口传开 传音之人正是苏浩 此刻 只见他手里提着朱浩的尸体 静止地走进了西院 你不是说苏浩那小子已经死了吗 闻听门外的怒喝声 二长老苏远天不忍醋眉看向了苏义 大长老苏远非与三长老苏远丽的心头 也是同时一惊 这怎么可能 苏义满脸的不可思议 难道朱浩那个死尽人将计划给绊砸了不成 喷的一声 眼见苏义与三位家族长老同时出现在前院 苏浩神色一凝 当即便将手中的尸体丢到了苏义的脚跟前 随即 他的目光很是自然地扫过了三位长老 说道 这么巧 三位长老也在呢 苏浩 你这算什么意思 还未等三位长老开口 只见苏义瞪着苏浩 便是一阵冷痴 好似他什么也不知道一样 装你妈个香蕉啊 什么意思你比我更明白 我也不想跟你废话 今日要么你死 要么皇 就这么简单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第四集 苏浩也懒得去当着三名苏家长老的面 去过多解释什么 因为眼前的这三个老家伙 与其苏义乃是蛇鼠一窝 我不知道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苏义淡定地回应道 虽然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 但他绝对不可能当面承认什么 毕竟家主苏长坤还并不知道这件事 苏浩 你竟然连你的天神丫鬟都杀 你作为苏家的二少主 你不会连苏家的族龟都忘了吧 就在此刻 只见大长老苏远飞朝着苏浩便是一阵冷斥 在苏家族龟中 的确有一条主子不能虐待下人 更不能胡乱作为的族龟 很明显 这老奸巨华的苏远飞 是想以苏浩杀了下人朱玉这事 倒打苏浩一趴 你以为家主很器重你 你就能胡作非为了吗 二长老苏远天 也是打起了帮枪 冲着苏浩怒斥道 我苏家历代以来 就还没出过像你这样血腥的主子 倘若真让你做了苏家的继承人 那这苏家上下还不得乱了套了 也幸好成主之女柳月 还没与你订婚 如若不然 那就麻烦了 三长老苏远立这样补充了一句 苏家有资格与旺月城城主府联姻之时 苏家上下几乎都得知 原本家主苏长坤 想让苏浩直接成为继承人 拥有资格与柳月订婚的 但在三名长老的争执之下 最后苏长坤才决议 让苏义苏浩苏林这三人在月初 也就是两日后的继承人大典上 以实力证明自己 谁能最后真正被推举为继承人 谁便有资格与那成主之女柳月订婚 当然 那也仅仅只是拥有资格 并不能代表能够直接与柳家订婚 因为在这望月城中 向往与柳家联姻的家族 可不止苏家 你TM的唠叨完了吗 苏浩一脸不耐烦地 扫了那三个老家伙一眼 眼神里满是厌恶之色 三名长老的修为 都处在零五境三界 他们能够在苏浩面前耀武扬威 完全依靠的就是辈分压制 因为苏家极其注重辈分 纵然晚辈的修为实力超越了长辈 但他们也绝不能随意放纵自己 与长辈发生任何冲突 而此时的苏浩根本就不吃这一道 他只知道眼前这几个人 是要弄死他的人 你这是什么态度 三长老苏远立双眸怒瞪苏浩 只见他一步上前抡起巴掌 便要向苏浩的脸上发难 若是一般的家族子弟 恐怕此刻早就吓得跪在地上 苏浩作为一名零五境四界的修士 反应能力自然远胜修为 矮了他一阶的苏远立 只见苏远立的巴掌还未落下之际 苏浩的巴掌已经到位了 苏浩的这一巴掌 结结实实地抽在了苏远立的那张老脸上 当即打的那苏远立脖子一歪 整个人都侧翻了出去 打你不到的小畜生 你竟然连三长老都敢打 见此一幕 大长老苏远非勃然大怒 说这话时 只见他抡起了左掌 掌指之间顿时喷勃出了一道璀璨的清光 朝着苏浩的脑门便拍了上去 这一场 裹带着灵武镜三界的志强之力 足以劈开千斤巨石 然而苏浩并未闪躲 反之还向着苏远非挺进了一步 右手伸出肩 当即一把便捏住了苏远非那只清光暴腾的手掌 紧接着抡起左掌 狠狠地抽打在了苏远非的脸颊上 啪的一声 这一记耳光打得苏远非的口鼻顿时鲜血似箭 唯老不尊唯有不尽的老畜生 老子打的就是你 苏浩冷言呵斥的同时 反手又是一巴掌抽在了苏远非的脸颊上 与此同时 只见那被苏浩右手紧拽在手中的苏远非 浑身都在抖动个不停 好似触及了雷电一样 啊 汽海中的陵园里竟然在疯狂飘升 苏浩这才意识到 原来那嗜血魔帝所传给他的嗜灵大法 竟然还真的起到效果了 而那苏远非身上的灵力 此刻正在快速地向着他的身体中汇聚而来 好似一股洪流席卷在了他的气海之中 轰隆一声 不过短短二期间 苏浩气海中便被那股猛然袭来的灵力而填满 同时他的身体里也是传开了一阵如同闷雷般的轰鸣之声 而那股填充满了气海的灵力 竟伴随着这阵轰鸣声分散了开来 流传进了他的浑身上下乃至四肢百骸中 当时苏浩只感觉浑身一阵舒畅 他就差点没有声音出声了 灵舞镜舞街 卧槽 要不要这么爽 苏浩心头既欣喜又振奋 因为在这一刻他才发现 原来修炼也可以如此强势 你 你对我做了什么 苏远飞的眼中充满了无尽恐惧 他瘫软在地上 好似浑身有一种都被掏空了的感觉 就连说话都感觉到十分的费劲 他的修为 怎会突然进击 原本还想立马出手的二长老苏远天 此刻却是满脸的惊恶之色 他不由自主的便向后倒退了三五五 他感觉自己好像见到了鬼一样 而此时苏易的目光也是闪烁不定 心乱如马 不过他的反应倒是很快 转身便要逃走 苏浩原本的实力就比他强 更何况苏浩的修为 现在还莫名其妙地生了一劫 他自然不会傻到 去跟一个毫无胜算的人做对抗 哼 我早就说了 今日不是你死便是我亡 想跑 门都没有 眼见苏易要逃 只见苏浩纵身一跃 便是三五丈之远 他就好似一头飞天猛虎 凌空便是一脚 踏向了苏易的背心 苏易侧身便是一闪 巧妙地躲开了苏浩的那一脚 紧接着 只见他猛然一个纵身 想要从西院围墙跳出 然而 就在苏易刚刚弹跳到半空中时 只见得苏浩猛然一把 抓住了苏易的脚踝 并且顺其一把 便将苏易猛地砸在了地上 苏易的背脊骨当场寸断 五脏严重受损 口中更是可血不止 其模样要多惨烈 有多惨烈 就在苏浩拿捏着苏易的脚踝 打算将其这个人渣活活砸死之际 苏浩竟忽然感受到了 一股磅礴的灵力疯狂地涌入到他的体内 苏浩心头澎湃不已 这才不过短短五夕时间 他的气海便已被苏易身上的灵源 给填充到了百分之八十 如果能再多那么一点灵力 他的修为便可以直接攀升至零五进六阶 不过遗憾的是 苏易身上的灵源已经被他抽干了 而且对方的心跳与呼吸都已经停止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五集 苏易五脏破碎 被几股粉碎性骨折 而且还被苏浩瞬间吸干了一身的灵源 不死恐怕就奇怪了 望着那死不瞑目的苏易 苏浩不免感觉 苏易这个王八蛋死得也太轻松了 不过他倒也算是出了心中的那口 恶气 转过身来 苏浩看向了那三个老家伙 其实显得尤为的破人 二少叔 我可没有招惹你啊 这一切都是误会啊 此时 只见那二长老苏远天 说话的语气都变了 他浑身都在不由自主地发抖 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挨打的人 但他此刻 却是感到最为恐慌的一个 而那挨了苏浩一巴掌的苏远丽 此时也是惊恐到了极致 他不忍开口道 这一切都是苏易搞的鬼 我们也只是受了那小子的诱惑 所以才会糊涂入局 诱惑 苏浩眉头微醋 他倒是有点好奇 你们都乃是苏家的长老了 苏易还能拿什么诱惑你们 二长老苏远天回应道 二少叔有所不知 苏易这小子的野性 可不是一般的大 他想要成为苏家继承人 这也只是他计划中的第一步 而他更大的计划则是 要与这望月城的城主之女 柳月成婚 然后再想办法利用柳月 来夺得整个望月城 三长老苏远力补充道 所以在这之前 他就必须杀了实力 比他强胆的你 如若不然 这一切计划都不可能实现 好恶毒的小畜生 简直是死有余辜 然而就在此时 只见西院门口处 出现了一名身材魁梧 衣着一身紫色长袍的中年男子 这名男子正乃是苏家之主苏长坤 也是苏浩的亲大伯 在苏浩已知的记忆中 他的父母早在他幼年时 便已经去世了 而他是由大伯苏长坤 精心培养长大的 17年来 大伯对他简直 比自己的亲儿子苏林都还好 大伯 眼见苏长坤走来 苏浩很自然地 便上前行了一例 也不知为何 他总觉得大伯 与他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 浩尔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 刚才你们所说的 我都听到了 苏长坤摆手道 随即他面色一沉 看向了那三位长老 说道 三位叔伯 你们现在 还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 二长老苏远天 满脸的沮丧 就差没有跪在地上了 家主 这件事 的确是误会啊 是苏义那个小畜生 利用了我们啊 三长老也是哭丧着一块脸 是啊 这是误会啊 这么多年来 我们对苏家 一时忠心耿耿 而今 也只是一时糊涂 才会受了苏银那小子的诱惑 还请家主明鉴呢 长老有过错 家主自然有权力制裁 当然 如果家主有了过错 长老们 也是拥有权力制裁家主的 但现在 这三位苏家长老 已经是无话可说 好一个误会 苏长坤摇了摇头 他岂会不知道 这三个老家伙的心有多坏 只能说 他一直没有抓到 这三个老家伙的把柄而已 他随即看向了苏浩 说道 浩尔 这件事我若交给你 你会如何处理 苏家族规定七条 记载得很明确 但凡有利用职位权限谋害 家族子弟者 轻则废除职位以及修为 并且逐出家族 重则 当场诛灭 很好 那这件事 就由你来处理 记得明日 来议事大厅一趟 说吧 只见苏长坤 便离开了席院 二少主饶命哪 你可以把我逐出苏家 但你不要废掉 我的修为啊 是啊 是啊 你看我们都这一把老骨头了 倘若真被废了 我们跟死了 又有什么区别啊 除却大长老苏远 非没有哀求之外 只见苏远丽 与苏远 天两人 此刻已经是跪在了苏浩的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搂着苏浩的大腿 苦苦哀求 然而苏浩可没有他们想象中的那么仁慈 因为这些老家伙的心比毒蝎还要毒 只见他双掌齐出 抓向了两者的脑门 稍微运转体内灵源的一刹那 掌心中很是自然的便阴晕出来了两团血红色的气眼 顿时 只见那苏远丽与苏远天 两人浑身如同遭受电击一般 不过短短二吸 只见那两人便瘫软在了地上 一身的灵力被苏浩吸得干干净净 与此同时 苏浩的气海中 也是发出了一阵轰鸣之音 并且他能以潜意识隐隐地看到 在他的眉心深处 此刻有一团银白色的光芒 又涣散在聚楼 苏浩心中大喜 因为他现在的修为 已经迈入到了零五境六界了 而那出现在他眉心深处的白色光团 就乃是下一个境界 零元境的象征 那也是形成初始元神的模样 元神乃是每一个修炼者必有的东西 代表着修炼者的道源也是本源 好比修炼者的第二大生命 元神越强 则本体实力便会更强 唯有凝聚出元神者 方可真正追求强者之道 追求长生乃至施展各种奇门神通 不过苏浩也没有因此而得意忘形 毕竟那元神现在还只是一团初始太光 想要真正的凝联出元神来 还得从零元境开始呢 趁我还没改变主意想要杀掉你们之前 最好赶紧滚蛋 望着那三个趴在地上的老家伙 苏浩不忍冷言呵斥他 他并没有彻底废掉那三个老家伙的修为 因为这几个人对他而言 已经没有了任何危险 况且他们所受到的惩罚 已经让他感到很满意了 多谢阿尚主守下留情 多谢阿尚主守下留情 三名长老就此亮亮呛呛地逃出了苏家 他们心中虽然有很多疑问 但更多的则是庆幸了 如今苏毅已死 三位居心叵测的长老也被除掉了 苏浩的内心倒也平复了不少 而他也很明白 大伯让他明日去议事厅 肯定是宣布苏家继承人的这件事 他也没去多想什么 因为他对苏家继承人的这件事 压根就不是很感兴趣 而他现在最感兴趣的 便是那座潜藏在他身体里的监狱 因为嗜血魔帝所传授给他的士林大法 让他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真正的牛逼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第六集 在苏浩看来 那混沌监狱 简直就是一座藏在他身体里的宝库 只要自己能够勇于去挖掘 他迟早都会成为这个世界中的一方霸主 世人都有欲望 苏浩也一样 他的心又岂会束缚于一个小小的苏家 暮色洒落 笼罩着整座望月城 苏家府邸灯火通明 苏毅的死讯早已传开 不过此时却并没有人去哀悼苏毅的死 反之都觉得他在作死 而且是死得其所 刚回到自己的宅院 苏浩便看到院中的石桌上 竟摆放着一个以竹篮编织而成的石盒 走近才发现 那石盒上贴着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 柳氏不能亲自前来 饭菜尽管放心食用 这篮子饭菜正是苏家三才之一 也是年纪最小的三少主苏林 亲自托人送来的 苏林乃是当任家主苏长坤的儿子 也是苏浩从小的玩伴 两人情同手足不分彼此 不用置疑 苏林现在已经知道苏毅陷害苏浩的事情了 他更知道苏浩现在没有了丫鬟 也没有人替他弄饭 至此才会有心派人送来食物 看着纸条上那熟悉的自己 苏浩心中不忍生腾起了一种莫名的欣慰感 没想到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 还能有一个对自己如此有心的好弟弟 饱餐后苏浩直接便回到了房屋中 随即他利用意念进入了自我尸海 混沌监狱 通体金光璀璨 远观犹如一座气势破人的金色仙宫 横跟在苍茫星宇中 而静看却是令人能够忘掉下巴 因为仅是那两扇黄金大门 都足有千丈之高 真不知道这个巨无霸监狱是受谁人手笔 我去 刚一走进巨宫内 苏浩便不忍惊叉了一声 只见那所在一号牢笼中的嗜血磨地 身上与脸颊上竟然生长出了一层薄薄的皮肉 看上去 它就像是一具被烘干了的木乃伊 老大你看 我现在的样子 是不是好看多了 说这话时 只见嗜血磨地还刻意地摆了个耍帅姿势 同时只见他那双空洞的眼眶里 还跳动着两道无比诡异的绿色火焰 苏浩胃里不忍一阵翻腾 差点没有把刚吃下肚的饭菜给吐出来了 这才不过短短一日 你的修为便连续提升了两阶 说这话时 只见嗜血磨地凑到了金色牢门前 我若没猜错的话 你一定是依靠我那士灵大法 提升的修为吧 是的 不过我总感觉你的这门功法 有点太缺德了 苏浩胃评价道 以吸取他人灵力而助长自我修为 虽然这样的修炼方式很爽 但长期这样下去肯定不妥 文言只见嗜血磨地一脸诡异地笑道 嘿嘿嘿嘿 小子 你可知道什么叫做缺德吗 我也不怕实话告诉你 你小子的缺德之路 这才刚刚开始呢 嘿嘿嘿嘿 小子 刚才还一口一个老大的仇 他怎么突然就改口了 而且就连语气都变得诡异了起来 难道那家伙是不想问了吗 苏浩神色不忍一宁 问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与一尊血磨做交易 你觉得还能有什么好事吗 还未等嗜血磨地回应 此时只听三号牢笼中忽然传来了这样一道声音 回眸望去 只见那三号牢笼中盘踞着一名白发苍苍 哭手犹如一具干尸的老者 最为诡异的是那老者的脸颊一半是白骨骷髅 另一半却略带着皱巴巴的皮肉 貌似这监狱中的生灵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囚犯 你又是谁啊 无奈赤落丹地 老者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随即道 小子 这混沌监狱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般简单 你若想真正负责与掌管这里 你的路还太长了 你还得慢慢学习与适应才是 那自称赤落丹地的老者 虽然人长得丑 不过他在说这一席话时 却显得那么的深沉 而且冥冥之中就像是在告诫苏浩什么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说个屁啊说 就在此时 只见那一号牢笼中的血魔一声大喝 当场打断了苏浩与那赤落的对话 并且同时还朝着苏浩低喝道 赶紧给老子掌血去 不然你小子就等着死吧 尸血魔的的变化 着实有点太快了 苏浩着实有点没有搞懂 这是什么情况 他不仁问道 我真不知道你是疯了 还是傻了 是不是感觉本帝一开始叫你老大挺过瘾的 行行吧 傻小子 你真以为我那士灵大法有那么好学吗 本帝就这么跟你说吧 学了士灵大法后 你就必须学习嗜血大法 还有嗜魂大法 如若不然 本帝保证你活不过一年 你竟敢利用我 不不不不不 你错了 我并没有利用你 你不是也得到了我的奏话不是 只能说我们这是互相利用罢了 最重要的是 我很担心你对我不负责 如果你能按时给我每个月送来血液的话 本帝敢保证你绝对能长生不老的 我负责你妹啊 保证你大爷去啊 苏浩心里那个气 他不忍冷言回应的 哼 我若死了 这混乱监狱都将不复存在 你还敢威胁我了 大不了同归于尽 少年你想多了 你要明白 你也不过只是一个寄宿者罢了 你若死了 这监狱照样转 冲击量也就是在换一个宿主而已 看把你能耐的 血魔鄙夷道 实话告诉你 之前那个看守这里的老头 也不过只是一把钥匙而已 他能选中你 自然也能去选其他人 苏浩不忍看了看自己的那根金手指 因为这金手指的化身开始对他说过 从此他就是这里的老大 想到这里时 苏浩心中莫名地便涌起了一阵谩骂之声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 坏的 如果你一开始所找的人是我 那你就找对人了 你却要去选择与一个魔作交易 这事你能怨谁呢 就在此时 只听那三号牢笼中的赤裸丹帝 说了一句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继续 第七集 也是 这事能怨谁呢 再说了 这名字里戴魔的 又没有什么好东西啊 我认灾行了吧 苏浩也是想明白了 即便是血魔坑了我 但到头来 我也并没有亏损什么 只见他望着血魔道 说吧 需要多少血才能传我那场 嗜血嗜魂法 想通了就好 血魔笑了想 接着道 想要学嗜血大法 二百斤血来换 这一世魂大法嘛 以后再说 你妹的 二百斤 苏浩有点懵神 他去哪里找这么多的雏女血 血魔似乎看出了苏浩的为难 不禁这样说道 说这话时 只见血魔不知从哪里 弄来了一根灰色的带子 从牢门缝中抛给了苏浩 说道 这根带子 明媚麻蛋 那不可荣义方小千世界 本帝就向他送你了 记得到时候 把血液装到这里面就可以了 这个死变态 苏浩咬了咬牙 不忍安心道 早晚有一天 老子要你跪地 臣服叫爸爸 少年 少年 你可愿意 跟我谈谈 眼见血魔与苏浩 已经达成了共识 赤裸丹地 不禁尴尬地插了一句话 不贪 我贪个屁啊 苏浩的心里很不舒服 说着这话时 他便要收回意识 原本他来这里 还想要参观一下 黄金巨宫的内部 但现在 却全被血魔搞得没有了兴趣 等等 且听我一言 你若能给我找来三两黄千草 四两麒麟根 一颗八面果 与其一株凤岩草的话 我便给你一个惊喜 我信你个鬼 你个糟老头子 苏浩愤恨的同时 还不忍狠狠地瞪了血魔一眼 你要知道 我可是丹帝 而不是魔 赤裸接着说道 再者说了 我向你讨要的 都是些很常见的低级药材 赤裸你啥意思 你这是在歧视本地吗 血魔似乎有点听不下去了 因为那赤裸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 在以魔之名数落他了 口屁地 其实你又咋的 有种你过来打我呀 赤裸带着一种 十分傲慢的口气回应道 水 谁能给我一口水喝 我定用全相报 就在此时 只见二号牢笼中 那株通体焦黑的树桩 竟开口传出了一句人话 而且还是一名女子的声音 不过声音显得很微弱 苏浩心头不忍一惊 二少主 您在屋中吗 正当苏浩震惊之际 只听屋门外 忽然传来了一阵轻患声 带着疑惑 苏浩收回了意识 随即便打开了房门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名 衣着一身青涩长裙的小丫鬟 小雪拜见二少主 小丫鬟低头给苏浩行了一礼 随后又道 家主传话 让我前来请二少主 前往意识厅一趟 望着外面这已经大亮的天 苏浩不由抹了一把脸颊 没想到 这一夜的时间 过得是如此之快 只见他点了点头 随即便前往了苏家意识大厅 苏家意识大厅内外 此时早已人满为患 聚集着苏家上下子弟 乃至家族中的长辈 见过二少主 什么二少主不二少主的 现在应该改口 叫少家主才是 对对对 少家主 眼见苏浩前来 只见那所在意识大厅外的 苏家子弟们 一个个对苏浩显得 无比的恭敬 因为现在任谁都知道 今日苏浩要真正被家主 域名苏家的继承人了 所谓的继承人 也就好比半个家主 拜见家主 见过四长老 苏浩一进入大厅 便向大伯苏长坤 以及那端坐在长老席位上的 苏远静 抱手行了一礼 而在那四长老苏远静的一旁 此时留有三把空蚁 那正是昨日 被苏浩轰出苏家的 三名长老位置 二哥 只见一名衣着整洁 面貌清秀的少年 出现在苏浩的身旁 他面带一抹柔和的笑容 对着苏浩打了个招呼 少年正是苏林 乃是家主苏长坤的亲子 虽然他年纪才不过十五 比皆苏浩还要小上一岁 但他的修为 却已是达到了零五境四界 被誉为苏家三才之一 同时也是苏浩最为要好的弟弟 只见苏浩用手拍了拍苏林的肩膀 笑道 昨晚的饭菜很不错 二哥喜欢就好 苏林单纯地笑道 他平日里言语极少 出去修炼之外 也别无其他爱好了 苏浩与苏林之间的要好关系 苏家上下有目共睹 当然 这也是他们最想看到的一幕 好了 都安静一下 苏长坤白手示意 随即看向了四长老苏远镜 说道 四叔 这事还是你来说吧 苏远镜点了点头 起身宣告道 昨日苏义与三位长老的事 想必大家都知道了 我在这里也就不多说了 现在苏家唯有苏浩 与苏林有资格 继承家主之位 今日召集大家来此 其实也就是为了商议家族继承人一事 不用商议了 然而还未等众人发出议论 苏林便第一个开口了 他接着说道 不论是论实力还是论能力 以及年龄 这继承人理应由二哥来做才是 年纪啊 苏浩听得有点懵神 说道 我也不过比你大一岁而已啊 好像说得我好老一样 二哥难道忘了 柳家联姻一事了吗 我才十五岁 而你现在十六岁 你可是正当婚配的年纪 苏家若能与柳家联上姻 想必苏家以后的事业 定然前途无量 所以说这继承人啊 只有你最合适 苏林说得没错 就在此刻 苏长坤也发话了 他说道 这次苏家 若真能与柳家联上姻的话 我们苏家以后 在这望月城的地位与前途 肯定将是无量的 望月城乃属柳家所掌管 而柳家又是北民国的武将世家 不论是威望还是名气 柳家都不是一般家族能够比拟的 任谁都想与柳家攀上那么一丝关系 就在两个月前 城主柳振阳便对外宣称过 他是一个好才之人 而且他也决意在这望月城 乃至北民国中 挑选一个财貌双全的女婿 他甚至还不惜派人在望月城外 精心设计下了一个擂台 以比武招亲的方式 来替女儿柳月招亲 想要强大家族 也不一定非要与他柳家联姻吧 苏浩这样说了一句 因为在他看来 想要强大家族还有很多方法 而不是去依靠人家的威望而进步 这也只是一个机会而已 而且我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给你报好名了 哈哈哈哈 苏长坤笑道 不过他的笑容略显得有那么极许尴尬 很明显 这场继承人的选拔完全就是多余的 不过在场的人也都明白 苏长坤一开始只是不好直接公开罢了 而此刻他的这一戏话 也算是公开的表明了 苏浩已经成为苏家的继承人了 您刚才听到的是 继继续 第八集 我去啊 我去啊 想想想要想想想吧 一切又好像是那么的理所当然 因为一旦沾染拥有利益的事情 便会牵扯到利用 想到利用二字 苏浩不由自主地便想到了一件事 那就是赤洛丹帝所言的几位药材 以及那株开口说人话的残断巨术 他倒也不怕与那赤洛再沾染点利益关系 而且他也很好奇 赤洛在得到那几位药材后 能够给他什么惊喜 大伯 如果这里没有其他事的话 那我想先回去休息了 苏浩拜别道 文言只见苏长坤点了点头 嗯 接下来也就剩下选举苏家长老的事情了 如果你觉得累了的话 那你先回去吧 二哥加油 一会儿我让厨子给你做点好吃的送过去 只见苏林单手捏拳 当即对着苏浩摆出了一个加油打气的姿势 其模样静下顽皮 苏浩不忍白了一眼苏林 摇了摇头 当即离开了义士大厅 接下来他静止地来到了苏家药堂 耗子啊 哦 不对 现在应该称你少家主了 哎 你怎么来了 药堂中 丹药品级变回越高 丹药自身品级也越有保障 常规叔 你说你就叫我名字好了 什么少家主听上去太别扭了 苏浩笑道 苏常规对苏浩的印象还算不错 因为苏常规曾帮过苏浩不少忙 苏浩能够成为苏家三才之一 其中也是与苏常规有着绝大的渊源 你小子 苏常规笑道 说吧 你找我有什么事 苏浩倒也不客气 直接问道 你这里可有黄千草 麒麟根 八面果与凤岩草这四种药材 闻言 只见苏常规粗了粗眉 黄千草 麒麟根 凤岩草 我这里倒是有 不过那八面果没有 那东西对修炼者的血肉滋养 有着奇特的功效 堪称二品林才 一般人都会留着自己用 世面上根本收不到的 你要这四种药干什么 苏浩对丹药类几乎是一窍不通 他尴尬地笑了笑 说道 我有一个朋友需要这些东西罢了 既然你这里没有 那就算了吧 苏浩不免感到有点失落 因为赤裸所说的那种八面果 似乎一点也不低级 而且还是一种二品林才 看来那惊喜是没啥希望了呀 我这里是没有 但我知道有个地方有 不知道你敢不敢去 苏常贵像是看出了苏浩眼中的失落 不忍这样提醒了一句 什么地方 我曾听闻在青陵山脉 沿西二十里带的山谷里 便生长着八面果树 当然我也只是听闻 也不确定那里到底有没有 而且你也应该知道 那青陵山脉中有多可怕 苏常贵回应道 青陵山脉是一片贯穿了北明国 延伸至西方诸国的一片奇幻山脉 据闻 在那山脉的深处 独虫遍地 猛兽横行 凶勤纵天 而且传说 曾有高人在那山脉的最深处 看到过西方的神龙 光是想一想 都令人有点毛骨悚然 不过 那青陵山脉中的资源 绝对是丰厚的 而且也不乏有修炼者 时常进入那片山脉 当然 他们并不会涉足太远 因为那里面的确太危险了 山脉中沿溪二十里地 貌似也不是很深 应该没什么危险 苏浩门心思蠢了半场 反正这会儿距离柳家招亲 还有两天时间 加着自己现在还欠的血魔两百斤鞋 如果在那奇幻山脉里面 遇到一些低阶灵兽的话 那岂不是完美 这行可是一举多得呀 没做多想 接下来苏浩直接前往了家族的马棚 他挑选了一匹上等的千里马 当即便飞奔出了望月城 百石里路 对于这匹能够日行千里的快马来说 也不过短短一个时辰 就在苏浩抵达青陵山脉 向着山脉西方不过前行十来里地之时 他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当场便从马背上翻了下来 蹲在一片碧波荡漾的湖泊边上 狂吐了一地 你大爷的 老祖胃都快吐出来了 作为一名堂堂灵武境六界的修炼者 苏浩实在是有点想不通 自己在地球时晕车也就罢了 没想到 现在连骑马都会晕 简单地用水洗了洗脸 当彻底回过神来时 苏浩这才猛然发现 此时在他身旁的一块青石上 竟然摆放着一件白色薄纱长裙 以及一条粉红色的肚兜 还有一双皮质的白色靴子 我去啊 这荒山野岭的 怎么会有这种玩意儿 苏浩下意识地便抓起了那肚兜与长裙 花香般的气息瞬间扑鼻而至 令人回味悠长 就在此刻 只见一名冰激玉谷的女子 忽然从那碧绿的湖水中浮出了水面 她玉体纤细而又精盈 曲线曼妙 凹凸有致 轻力而又动人的脸蛋上 此时尽显享受之色 她就好比一朵出水芙蓉 美得令人心颤 我去啊 这不看不知道 一看之下 苏浩竟不忍口中发出一阵惊奇之声 没想到 这梦幻般的一幕竟出现在了此地 然而 苏浩的那阵声音虽然很低沉 但却也是让那灵觉性超强的女子听到了 只见那女子 先是看了那少年一眼 随即口中 便发出了一阵穿金烈石的尖叫声 女子羞愤莫名 心里抓狂到了极点 紧接着 只见那女子猛然一掌拍击在了水面上 顿时 那块湖泊中的水都炸开来了 水花冲天 将她的玉体 折得严严实实 与此同时 一股压迫人心的强大气息 突然从那女子身上爆发而出 凌云镜的就是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 优雅 精彩 继续 第九集 当感受到那股豪色天塌 甚至令人窒息的至强气息时 苏浩心头猛然一颤 下意识地掉头便开溜 无耻的银贼 你死定了 那女子一身银色气焰 裹带着滔天水花 此时只见她背齿紧咬 脚踏水浪 身影宛若电光一般 在湖面上留下了一道银色的弧线 不过短短两夕间 女子便穿好了裙衫 此时她就好比一只离弦的剑 快速地追赶向了苏浩所逃的方向 我去 姑娘误会啊 苏浩心中恐慌莫名 这种感觉前所未有 不过让她感到绝望的是 那千里马竟然不见了 去死吧 女子愤恨莫名 浑身杀气冲天 尤其是一想到 那少年刚才对着她的那一副恶心画面时 她便忍不住地想要咆哮 她现在只想将那个无耻之徒的双眼 给挖出来 眼见那女子脚步沾地地一样 追赶而来 苏浩心都凉了 然而让她感到更为惊恐的是 前面竟然出现了一片雾矮朦胧的大峡谷 她不忍急忙转身解释道 美女你听我解释 我只是路过 我真不是故意的 那美貌犹如一尊仙子的女子 此刻却似一尊冷面杀神 只见她体表流淌着一道 射人的银色气焰 那是零元净的修饰 才能够爆发的气焰 你还好意思说不是故意的 那女子讹眉倒数 一步步朝着苏浩紧逼而来 眼见苏浩已经无路可逃 她不忍抬起了左掌 咬牙愤恨的 卑鄙无耻的败类 竟然偷看本公主洗澡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 我觉 这竟然还是一个公主啊 苏浩心头不忍一阵发凉 这也太倒霉了吧 如此狗血的事情 怎么就落到了我身上 不用想了 这位自称是公主的女子 肯定不会放过我了 你最好不要过来 不然你会后悔的 苏浩冷言大喝了一声 他站立在那悬崖边缘 双掌之中已经是凝聚出了那 势灵大法 尽管知道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 但苏浩此刻也别无他法 俗话说得好 狗鸡跳墙 突然接下来还要咬人呢 管你没得什么公主 大不了同归于尽 最无可赦的无耻变态 你还敢威胁我了 去死吧 女子冷言怒吓 旋即便是一个闪身 凌空便是一脚 踢向苏浩的胸口 速度快得令人发指 令其苏浩防不胜防 砰的一声 当时苏浩只感觉胸口 好似被一堵千斤巨石 撞击了一般 沉闷得令他喘不过气来 然而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 苏浩竟强忍着胸口的剧痛 以及那就快要昏厥过去的意识 猛然一把 露住了那女子的大长腿 趁着身体被惯性力量 冲击倒飞的同时 他将那女子 也是一并脱下了悬崖 怎么会这样 女子本还想着用另一只脚 去踢开那少年 依他的修为而言 只要借助那少年的身体 他便能反弹上去 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 他体内的灵力竟瞬间消失待尽了 随之 只听那雾矮朦胧的峡谷中 挥荡起了一阵 惨绝人寰的尖叫声 不多时 苏浩便从昏厥中苏醒了过来 这该死的恶婆娘 从十多丈高的山崖上摔下来 按理来说 一般人肯定没得救了 但苏浩却不一样 他不但发现自己没死 而且他还发现 自己体内的灵力 飙升了一大截 就快要突破零五镜 迈向零圆镜了 很快 苏浩便看到了那 自称为公主的女子 躺在距离他不到三米处的草丛中 大腿处鲜红一片 原本他那张轻力动人的脸蛋上 此时尽显苍白 一身群衫也是破烂不堪 甚至能够让人清晰地捕捉到 他那穿在里面的粉红肚兜 女子体内灵力干涸 加之落下山崖时 大腿被尸损割破 由于失血过多 如今已经昏厥了过去 我真是 苏浩手里持着血魔送他的那根麻袋 他本想着把这女子的血就此放了 不过 当他看到那女子的面貌时 他心头又莫名地涌起了一股怜悯 如果就这样弄死对方的话 是不是太可惜了 再是说了 这自称为公主的女子 与自己也没啥仇怨 没做多想 苏浩随即便从自己身上撕下了一大块布来 将那女子的伤口给包扎了起来 就在此时 只听着峡谷外围的上空 突然传开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售吼声 奇音隆隆响彻云霄 与此同时 只见一头体形壮如山月 背上生有四亿的怪鸟 出现在了苏浩的视线中 那怪鸟的脖子很长 脑袋长得 却与东方神话中的神龙一模一样 通体布满了墨黑色的鳞片 飞过峡谷上空之时 就好似一大片黑压压的乌云飘过 给人一种莫名的压迫感 甚至 吓得那些一开始在山脉中咆哮的猛兽 全都匍匐在了地上 一丝声音都不敢发出 那怪鸟 不会就是西方国家 最为敬仰的神龙吧 苏浩心头悸动不已 如果那真是西方国的神龙 估计也只能算是个杂种 因为东方神话中的神龙 才算得上是真正有模有样的神龙 两者之间完全没法比较 怪鸟 杂种 好在苏浩这句话 没被那头巨无霸给听到 如若不然 他定当会死无全尸 而且估计整片东方大陆 都会发生惨祸 就在那巨无霸振翅而过时 只见峡谷中的雾外 都被瞬间吹散了不少 不经意间 苏浩竟莫名地闻到了一股药香气息 顺着那气味传来的方向望去 只见在这峡谷的不远处 出现了两株高不足八尺的银色小树 而在那两株树上 结着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果实 那果子的形状奇特 拥有八个不同的棱角 散发着一阵阵令人感到神清气爽的药香芬芳 那竟然是八面果 自己这人品也太好了吧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 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金巨社制作播出的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旁白演播优雅 精彩 继续 然而 就在苏浩刚刚接近那八面果树之际 只见在那八面果树的身后 竟盘绕着一条水桶般粗细的青林巨蟒 只见那蟒蛇突然昂首而起 目中凶光披露 展开了一副 随时都要向苏浩发起攻击的架势 我去 灵芒 苏浩虽然很震惊 不过很快 他心头便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欣喜 因为眼前的这条巨蟒 竟是一条灵芒 而且灵阶位不高 处在灵一阶 灵兽也分阶位 与人类稍有不同 它们是从灵一阶到灵六阶 每一阶又分为初期 中期 巅峰期 而灵六阶巅峰之后的灵兽 便可化神 相比人类修炼者而言 眼前这条灵芒的修为 也就处在灵五阶二阶 然而就在此刻 只见那灵芒张开了血盆大口 朝着苏浩主动发起了攻击 想要先发制人给苏浩一个下马威 畜生 终究是畜生 作为一名灵五阶六阶的高手 他自然不会畏惧对方半分 只见他不但没有闪躲 反倒是在这一刻猛然一步挺进 抡起拳头 便朝着那灵芒的额头 便轰杂了上去 他这包裹着灵五阶六阶的权力一拳 足有八千斤之力 当场便击穿了那灵芒的头颅 灵芒额头当时鲜血蹦进 喷洒了苏浩一脸乃至一身 一股浓郁的血腥气息 瞬间弥漫而开 眼见灵芒就要剧烈争动 苏浩快速收手 并且连芒向后倒退了数丈之远 直到那灵芒彻底失去了争动之时 他这才急忙取出了血膜 所给他的那根麻袋 随之将那灵芒血给全部收纳了起来 但凡生长灵药的地方 便会拥有奇异灵兽的守护 苏浩以前并不相信这种事情 但现在看来 这事儿貌似并不是吹牛的 毋庸置疑 这灵芒肯定是为了炼化这两株八面果 才会守候在此 大爷的 这玩意竟然这么苦 苏浩原本以为 这二品灵果的味道会非常不错 但这结果却有点出乎他的意料 不过苏浩也不枉此行了 毕竟他所想要的东西已经都到手了 还没醒来 眼见天色不早了 苏浩本一打算离去 但当他看到躺在草丛中的女子时 他又有些于心不忍 因为那女子一身的灵力都被他吸光了 他想要活着离开这片山脉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水 我想喝水 就在此时 女子口中发出了一阵微弱的声音 同时 他也缓缓地睁开了双眼 而此刻那张出现在他眼前的面孔 却令他猛然瞪大了美眸 他本想直接一巴掌抽上去 但他却发现 自己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了 而且大腿处刺痛阵阵 哼 想喝水是吧 苏浩笑了笑 他将随身携带的羊皮水囊取了下来 并且拿在女子的眼前晃了晃 你 你这个无耻的白雷 我要杀了你 女子无力地争动着 杀我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把你给先前后杀了 你敢 女子愤恨道 如果目光能杀人的话 他肯定已经杀了苏浩千万次了 闻言 只见苏浩的嘴角微微上钩 面露着一模异样的笑容 故作调侃道 在这荒山野岭的 你觉得我有什么不敢做的 你若敢动我一个寒毛 我保证你将不得好死 女子愤恨的同时 心头也莫名地有点慌乱了 因为她现在根本就没有一丝的反抗能力 苏浩无奈地摇了摇头 说道 唉 要动你我早就动了 我何必还要等你醒来 而且还把自己的衣服撕破 给你这个恶婆娘包扎伤口 闻言 只见那躺在地上的女子 稍稍一愣 随后道 我这伤 还不是你这个败类给害的 女子越想越是气 像她堂堂一国公主 何曾如此委屈过 什么叫我害的 我早跟你说了 这是误会 你却偏偏不听 而且还要杀我 我能怎么办 我也很无奈啊 苏浩无奈地摊了摊手 接着说道 再着说了 我又怎么知道 你会跑到荒山野岭来洗澡 我才是无辜的好不好 呸 装枪做事的无耻白泪 等我恢复过来 定要挖了你的双眼 女子愤恨道 苏浩的解释 虽然很合理 但女子貌似并不吃她那一套 因为那家伙 的确偷偷看了她洗澡 这是她绝对不能接受的 此时 只听那山脉深处竟突然传开了一阵惊天动地的猛兽咆哮声 其音震动山河直欲裂开这方天地 同一时刻 只见在那峡谷的异端 也就是那生长八面果树的方向 此刻竟然忽然出现了一条八米来长水桶粗 通体荧光灿灿的蜈蜈蜈蜈蜗 蜿蜒扭曲向那灵芒尸体爬行而去 恐怖而又猙瘟 百族路过山石之间火星四箭铿腔作响 我你妈 苏浩看的头皮都是一阵发麻 他感觉自己就像是来到了电影里的史前公园 因为那蜈蚣的体型 大得有点令人不可思议 最为可怕的是 那竟然还是一条修为处在灵二阶的蜈蚣 浑身无不回荡着一股 舍人心神的胸利之气 毋庸置疑 那蜈蚣定然是嗅到了 那灵芒身上的血腥味而来 加之如今天色已晚 也不知道还有多少可怕的物种出没 苏浩哪里还敢停留 转身便要开流 死巴雷 你给我站住 见此一幕 那躺在地上的女子 也是倒吸了一口寒气 眼见苏浩要逃 他竟忍不住立马叫住了苏浩 干嘛 你也会害怕那玩意儿 苏浩驻足 不忍冲着女子这样问了一句 说不是我体内灵力尽失 本公主有几回举的 女子咬了咬牙 冷言道 我不管你对我之前做了什么 你现在必须带我出去 女子可不傻 灵力尽失的这件事 肯定与这少年脱不了干系 不过 她现在也没那个心思去追问这件事 笑话 我平时没有听你的 再说了 我带你出去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文言 女子心头莫名地涌起了一团怒火 不过 她现在唯有强行克制自己 她随口道 好吧 只要你肯带我离开这里 之前的事我们就一笔勾销如何 不行 我太吃亏了 那你还想怎样 事实上 就算那女子不叫苏浩带她出去 苏浩也会带上她 不过 这女子的性格实在是太过于高傲了 让她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玄幻多人有声剧 我有一座混沌监狱 好听求订阅 下集更精彩